孙子兵法第八篇九遍篇 关于大义诗经中 孙子曰事故智者之律必杂于利害 意思是说智慧明达的将帅考虑问题 必然把利与害一起权衡 关于水淹七军后乘胜进攻凡城 嗯 府匪一兵一卒就消灭了曹军 副剑 下一步 凡城 凡城防守兼顾 果军兵力不足 怕是 荆州军全体出动 副剑 东吴的吕蒙会偷袭荆州的 吕蒙已经被罢免了 这是新任首将陆迅写给我的信 关公在上 鼠吴有一场星 请多多照顾 陆续 东吴肯定不会偷袭我们 放心大胆地攻打凡城吧 主公 接到我的信后 关于果然调走了荆州军 主公 现在荆州已经是座不设防的城市了 嗯 你们有什么打算 关于虽然带走了荆州军 但仍不可硬拼 我打算 喂 行船 你 空了 将军 什么事 你们是干嘛的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说 我们都是四海为家的商人 打算到荆州去做点小买卖 哦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有空来荆州将军府做客 将军 后会有期 再见 再见 吕蒙率军化妆成商人 昼夜兼程 很快进去将领 驻守江防的蜀军士兵 被伪装的无军锁片 猝不及防 吕蒙从而一举夺回 被蜀长期占据的荆州 哈哈 难看 有谁能挡得住官二爷我 父亲 吕蒙带兵偷袭荆州 什么 荆州怎么样了 荆州已经失守了 吕蒙 小人 得知荆州失守后 关羽心急如焚 急切返回救援 不料在路上被无军设计停杀 一代名将 关羽作战时 只考虑自己的优势 而疏于防范 导致冰败 帝师身亡 关羽之死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更是给三国政治格局带来巨大震动 冬天中 固巨大震动 稍等火